这个地方实际上这个Function的主要作用有点像Uncreate Uncreate的时候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里面我们会去连接 这边会有一个所谓的byte byte是连接某个事件 什么就是画面上面这个有我们画面上面那个DIV名称我叫PageMap 然后要连接到哪里呢 连接到后面的 这个这个是个事件名称 叫做PageShow 当我PageShow的时候 要去连接什么 连接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叫GetsMap GetsMap各位可以看到 在下方 所以它的结构 上面是一个handle 一个实做什么事 下面就是它的方法 所以方法名称一定也是Function开头 然后一个Function 后面小瓜糊 大瓜糊里面做什么事情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在自己再看一下里面的程式 应该有jama底子的话 看这个应该不是太困难的 那其他也是一样是要取的一个Point嘛 对不对 这个Point的部分也是 一个 Latitude跟Londitude 这个架构很类似 好了之后的话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就是 怎么样把 这一个东西 把它放到我们Eclipse里面 跟我们Eclipse融合在一起 完全看不出来 OK 这里的话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然后 那这一个 呃 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 一个专案吧 这个专案的话呢 是放在 你把它当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是放在 云端上面 也是第14章里面 那各位可以找一下就是在那个 目录底下会有个叫做 Google map 底线 JQuery的一个 压缩档 压缩档 那这个压缩档里面的话 就是我刚刚秀的 你们可以把它当一个sample 里面基本上会有五个地标 五个地标 那在里面 你也可以把里面的地标改成 别的 或者你要做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都没有问题 很快的可以做出来 你们也可以试试看就是说 除了用这个方式来做 比较一下 如果在 我们的 Eclipse用SDK来开发 也做得到 但是如果要做成像这样子 恐怕 有点 也是可以啦 只是说长得会有点不太一样 List view 他那个圆角已经都帮你做好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把List view 改成圆角 恐怕是一个问题 而且地图 光那个小人 街景 这边就已经内建了 然后 其他的部分的话 就大 那这里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了解一下 不一样的 开发环境 他们有不一样的结果啦 然后 不一样的结果 那么 对 我想你 想我们画了 的一样的结果